突然间想起那个是周老板讲的 是吧 周老板讲 这跟这个一样 马拉松打了胜仗 然后奔跑了42公里 是吧 跑到雅典 然后最后喊了一句 我们胜利了 倒地而死 你看 这是叫费离皮 这是悲剧 但是在他们这个脱口秀演员嘴里 我第一句话不应该说我们胜利了 应该说水 然后喝完之后死了 然后周围围观的群众说 这人怎么这么有毛病呢 对吧 跑42公里 要死了 就死了 甚至还说 我觉得脱口秀演员的《异想天开》 也真的有点像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你看他的想象是什么 他说 那如果是按照这个 这个人类是非常荒诞的一种动物 对吧 这个人跑了42公里 对吧 就累死了 给我们的教训应该是 不要跑这么长 连一次跑这么长 但是反而人类说 咱们弄一比赛 都跑这42公里 你看 在他们的手里 他变成了一个喜剧 所以事情本身是怎么样的 是一回事 后人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又是一回事 对吧 所以哲学在很大程度 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 然后你去解释它的意义 紫超 你觉得你需要哲学吗 哲学对你有意义吗 我觉得不同的人生阶段 不同的心态 不同的状态下 需要不同的哲学 我觉得哲学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概念 其实不同的哲学家 提出的很多的见解 其实很多时候是相反的 甚至是相悖的 它就像一个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像一个药铺 或者一个中药房 你得了什么样的病 你进那个中药房 你去抓什么药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在不同的阶段 我会有不同欣赏的哲学家 或者读的哲学家 我记得 比如说我写作的时候 非常的 有时候非常的艰苦 就那种创作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会更喜欢读尼采 因为尼采讲就是这种 人生就是不断的攀登巅峰 就是你平均的状态 就是在山脚下 然后那个从山脚下 往山上攀登的过程 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当你站到山巅的时候 你看到的风景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尼采自己的人生 也差不多是这样 他住在瑞士的南部吧 就每天要攀登 那个阿尔卑斯山 大概十个小时 他就体验那个过程 所以那个状态 对你想自我激励的时候 是有一种帮助 但有的时候 比如你写完了 在日常的生活状态 然后你受到欲望的一些 诱惑啊 或者是名利啊 这些东西 对你的影响的时候 你会感到心很乱 这个时候我觉得 像舒本华 对我就更有帮助 他说人生就是一团欲望之火 你要么就是在 当你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无聊 当你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痛苦 所以人生就是在 无聊和痛苦之间不断摇摆的过程 然后你读了这段之后 你就会觉得 不过就是这些 这些苦恼就不过如此 那在你的思想 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 何必一定需要 尼采和舒本华呢 没有他们 你不明白要不断攀登吗 它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个拐贯 一个拐贯 自我强化 就像自我强化 就帮助你去思考 帮助你去度过这个阶段 这个刚才讲尼采 我就觉得他哲学 确实有的时候 是人的这个智慧啊 智性啊 到了最顶的 所以很多哲学家 咱们感觉很极端嘛 你像我对尼采 有一个很生动的细节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就说他发疯嘛 最后不是 就发疯以前呢 有一天在街上 看见那个马夫啊 在鞭打 那个拉车的马 那个尼采就扑上去 抱着这个马头 说兄弟 就是大大哭 我觉得有点 明报物语的意思 是不是 就从此以后说 就疯了 对 他这个其实 像尼采这种人啊 我们说他是 因为他是始于 十九世纪末最后一点 所以很多人说 说他呢 生活在十九世纪 但他属于一个二十世纪 这种人呢 确实呢 在西方的这种 哲学思想史上 确实也有一些 就是正好 他生活的时代 和他思想的那个 展现的一种 新的一种价值体系 是完全不同时代的 你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 古代的像苏格拉底 是吧 他实际上是 不应该生活在 他那个时代 他应该生活在 后来的 基督教产生以后的 那个时代 人们都对一个 理想的东西叫 苏格拉底有个名言 叫人应该追求 好的生活 更是于生活本身嘛 当然什么叫好的生活 当然他有他的解释 对吧 肯定不是这样一个 云云众生 这个沉溺在 其中的一个生活 对吧 他为此而 把生命都限调 所以他应该属于 后面一个世纪 同样 像这个 卢梭 是吧 他生活在18世纪 但他应该可能 在某种上 他属于19世纪 属于一个 充满了一种革命 充满了激情的 要彻底的砸碎 一个过去的旧世界 要重新改换一个新天地 特别是法国人的那种 法国革命的那种特点 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思上 他同样理睬 因为理睬 可以说在我们说 在哲学史上 在西方哲学史上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化石代表 而且我看他也是一个 跟中国这个 尤其是近代史 现在是 鲁迅 对 鲁迅是受他的意义 很多这个大学者 大文人都声称 尼采对他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他最大的特点说 说实话 尼采最重要的 就是把整个西方 自基督教以来 这个2000年 差不多将近2000年的 这样一个 就是有一个核心 一个上帝 一个神 这样一个为中心的 一个为绝对真理标志的 这样一个 时代的一个价值体系 他给他颠覆了 他要重塑 重新铸造一项 新的价值体系 他这个颠覆是很厉害的 就是有人说说 我们可以说 自近代以来 有一系列的革命 都属于那种颠覆性的革命 比如说 这个15世纪末期的 戈白离的 日新书 这个当时是个颠覆性 对吧 就是整个改变了 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 这个位置 对 以及我们地位 我们的本身的 原来以为地球是中心 对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说是达尔文 生物精华认 对 把我们人这种 很高尚的东西 很崇高的这样一种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领导 说这是从原来 从猴子这样一样的东西 里面变来了 好像又极大地 给我们真言抹了黑 对吧 这是尼采的背景 对 尼采的背景 在很大层上 就是在这样一种 我们说 就是在达尔文 这个进化论 这个基础之上 当然 尼采是否身后 找达尔文影响 我这个没有考据 但他在哲学里面的意义 就跟这个参考 以及后来紧接着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实际上 他同样也提出一个东西 他就认为 我们所有崇高的活动 包括你们从事的文学 是吧 你的这个喜剧 这样一些 所有的这样一种艺术 包括人类的经济 甚至政治活动 所有崇高的这种 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 他认为都是某种性冲动 尼比多的一个结果 是吧 是尼比多的一种扭曲的结果 这个又把我们人类 好像又贬低了一把 是吧 那么实际上 尼采正好介乎于 达尔文和这个弗洛伊德之间 是吧 那么尼采这个时代 实际上就跟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人类的这种中心地位 原来是被一个更高的权威 一个决定的 现在转向了自身 但自身也许可能比较卑劣 比较卑微 就是有一种那种崇高的 这样一种这个虚幻的东西 变成了一种比较卑劣的一种真实 是吧 所以尼采实际上要突出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是说 我们整个长期以来 整个西方人也是书来强调理性 但他现在要激发激情 是吧 他认为这种日神精神 是一种自顾 他强调是九神精神 是吧 这个迪奥利说是这种精神 就是人这样一种 更高的一种激情 要突破这种外在的 规范性的刻板的东西 所以同时呢 他也把一个客观的标准 一个客观的权威 上帝 他认为上帝死了 是吧 那上帝死了 一切那就怀孕到每个人了 所以一个客观的 绝对标准的崩塌 就使得每个相对的主观的 这种个体意识开始 那是不是主张 我的意志 对 决定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实话 因为我们每个人 只能用我们的眼睛看世界 只能用我们的思想 思考世界 是个大实话吗 对 这当然是大实话 但是我们总觉得 有一个客观标准 但是问题是 这个客观标准 本身在不同的人的眼里 和他这种思维方式里面 他呈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讲到 这个古希腊人 他们的陶冶在剧场 在剧场 他们领略这个悲剧 就是对命运 对 其实咱们就说 哲学跟人有什么关系 你比如说你原来 他是 你别看他岁数比我小 我觉得你比我沧桑 对你 我就是小学中学 大学电台电视台什么的 他这个又是创业公司的 什么CTO 还是UFO什么的 就是 脱口秀 就是说 你相信命运吗 还是说 我命有我造 你看好 我就觉得 顺着刚才咱们说那个事情去聊 就是之前我也会去想说 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就也是会不解 但你看了一些哲学之后 你就会理解说 我看到的世界是啥样 它就会是啥样 就是它不是 我这个麦弄了 这个可能那个不专业 其实它可能不见得是 一个世界 而是每个人眼里不同的世界 哎呀好嘞 咱聊到那个尼采 其实我觉得 他这一两年对我来说 特别这个震灵发聩一句话 就是他说要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时代 这个事情对我影响非常大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如何能跳脱出这个时代 就是你可以活的没有这个时代感 活出自己的一套生活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就是不是时代给你的这些压力和痛苦 如何能跳出来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哲学能带给我们的东西 好多做喜剧的人 底下都有忧郁的倾向 对 你就永远就是这个鸡血满满的 就是可以说 不是你们叫满血复活什么 是 因为反也没用 就是这个事情是在我看来 就它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然后我也同时不认为说做喜剧也好 做其他事 包括咱们今天对谈 这件事情本身存在什么意义 但就是咱们几个聊一聊 乐呵乐呵 对 对吧 然后哈啦哈啦 然后回去说 哎呀 这个跟紫超这个 这个文涛老师 赵林老师聊了个天 挺开心的 就完事了这个事情 你要说非说 这个今天到底聊出了个啥 那这个事就很烦 我觉得 你不觉得生活里边充满了 烦恼痛苦挫折 这些经验吗 有啊 而且是这些人 前人其实他们的痛苦 烦恼其实都是经历过的 而且他们也没思考出来个一二三 就这些痛苦 包括咱刚才聊的什么躺平 其实你都能对应到之前的 那个哲学流派都有人 这些问题全都想过 但也没人想明白这个事 那我不觉得我的材质 比他们高到哪里去 比如说像我 我觉得我得通过思考哲学问题 才能让自己得到慰藉 或者解脱 但是有的人呢 你只能说是天生又福气 前几天我还听我一个朋友讲 他说咱们一个朋友啊 这个心理能力啊 真是不得了的 有一次我是亲眼看着他在机场 就等于是几个方向上 他的这个家族啊 都出现了巨大的这个这个劫难吧 灾变嘛 而且是在同一天 同时发生的 他看着都觉得 哎呀你怎么办呢 结果这个 不想他 就这个性格 后来你有点像这个性格 是 就是 而且这个其实也是这个 因为我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待过 就现代的这些做企业的 或者说互联网公司 其实很多时候会影响出这种性格 就是没事 遇事我们去解决事情 我们去少考虑这些东西 没事有事我们就解决 一个事情一个事情解决 往往他又把那个企业做成了 但他们回头可能会痛苦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 开始去上课 开始不但学这个企业管理 因为企业管理他们做得很好 然后开始学这些文理的课 就觉得说我这个水平 这些事情困扰不了我 但是有外部的这个冲击 包括我赚了这些钱 到底为啥 今天这个喝五喝六的 到底吐个啥 所以说这就要去上课 这个过程 紫超你觉得呢 就是经济不断的发展 很快 然后基本上 你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你努力 你就可以成功 对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成功 别人对你的看法 就是因为你没有努力 而不是去考虑 其实成功背后 还有很多的 非命运的因素 偶然的因素 人就会变得很内卷 你相信命运吗 我觉得我还是相信的吧 因为我觉得 你相信有一个 你不能掌控的东西 有一种命运的洪流 在操纵着你吗 对 我觉得是有一个 人生大的剧本的走向吧 其实黑格尔也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 和这种历史潮流 它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拿破仑 会不会再生出一个 类似拿破仑的人 我觉得是有这种关系 就人的大的命运的走向 大的剧本 我觉得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谁写好的 但是它肯定是有一个大纲吧 我觉得 就像我们聊天有一个大纲 但可能具体 你的发挥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的走向 比如今天是聊哲学 那可能这个大的走向 是有定的 那个原来罗树 在西方这些史里面 他提出 就是说 一个人可能有两种不同的 一种生活态度 他把它叫做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他把它叫做 叫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当然你也可能是一个 这个 一个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和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 你可能骨子里面 你是个悲观主义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 整个是每况愈下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 今天气候这么热 我们全球变软 这个将来很可能 人类正在没办法 这个无几了 在将人类自己 还顾不上这个问题 天天为了其他的一些利益 搞得打得头破血流 所以这个很可能 我们这个世界 整体正在走向灭亡 走向这个衰入 这个可能是一种 一个悲观的前景 但是这并不妨碍 你仍然过好你每一天 你每天快乐 像湖兰这样 快快乐乐的过好每天 尽管你在骨子里面 相信这个世界 是整个是每况愈下 是越来越糟糕 而且是不可挽救的 它是一个悲剧 这是一种 还重来就是 你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 这个实际上 是从17 18世纪 和欧洲开始的 一种进步主义 这种进步主义 影响了我们全世界 我们都觉得 进步主义最经典的表述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我们相信将来会好的 哪怕现在比较困难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 但是一切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人是个乐观主义者 但是他可能会被 很多小的一些事情 他老是处在 一种忧郁状态中 但是他并不妨碍他 相信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这两种态度 确实是不一样的 您讲的这个 我就想起 我前一阵看 那个姜文 一个小短视频 就说梁树明 老是皱着眉头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然后后来 他们就让姜文回答 然后姜文就说 我看 只要永远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就错不了 就差不了哪去 这就是哲学 是 哲学的一个提问 对哲学家来说 其实 有哲学家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好 但这个可能是我们能 获得的最好的一个世界 对 你看莱布尼斯说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就只能是 但其实比如说 之前我们从科学角度也会说 说有人在怀疑说 是不是从宇宙大包照开始 咱们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已经是定数 对 就是都像过电影一样 只是过好已经 就刚才说那个命运的问题 但其实你看 就像我们打台球 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 去打这个白球的时候 你根据力 根据这个速度 其实你都已经能算出来 这些红球 最后的那个落点在哪里了 但如果你是当中的 一颗红球的话 你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就跟着撞去 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哪 但排球出发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你的结局应该落在哪 但你不知道 你就跟着跑就是了 但为什么我们只能当球呢 我们为什么不是那杆呢 就是因为我们跳不出来 其实我们就在这个 三维的空间里 我们跳不出来 如果你是杆的话 其实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终局在哪里 这就是哲学 对 所以我觉得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哲学没有用 可是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在学哲学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看见所有哲学的书 都像看见这个武侠小说 一样被吸引 就是他只要在说的一些东西 所以赵玲老师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 真正从事哲学的人 注定是极少数的 对 但是呢 你要说 比如说这两年 他们说就像你说的 网上哲学课也很火 对吧 我自己觉得呢 很多年轻人 他会不会就工作也比较难找 竞争也比较激烈 人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想 活着是为了什么 或者 因为我总觉得 说实在的啊 当然孔老夫子的深意 我不能理解啊 但是表面上看 我就很难理解他这句话 他说为之生 焉之死 他的那个学生问他 我觉得对我来说 真的不是这样 我觉得要是 不知道死的问题 我又怎么知道生呢 对吗 当然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你总得思考出一个观 你的所有的一切 是跟这个来的 比如说 如果是认为 就是死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彻底的没有了 活法 直接影响到你的 所以过去民国的时候 有一种学者 对道德情况很担忧的 其实他们这个里边 我觉得也是一种 善巧的考虑 就说中国要进行因果教育 对对 就他的起因倒不是说迷信 而是说呢 老百姓 你看他也不是说 像这个西方 有那种基督教文化 但是这个老百姓呢 他哪怕相信一个 有因必有 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科学的原理 因果律 对吗 做好事有好报 做坏事有坏报 至少可以让这个社会的风俗 对 向善 对对 他至少他有这么一种企图 对对 对是这样 对那个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 这个因果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因果我们可以 特别是我们经验世界因果 我们可以中国科学的研究来把握 是吧 给了什么样的因 就会有什么样的果 是 但实际上呢 如果要是说 把这个世界和未来的世界 连成一个整体的话 这个因果你至少在现实世界 你是无法练正的 对吧 既不能正视也不能正伪 对吧 我们可以说啊 没有人 我们不知道死了以后 会有一种另外一种生活状况 我们从来没有人 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也从来没有人 可以证为这一点 对吧 也没有 没有任何人可以用 确凿的证据 就像科学里面的确凿证据 证明根本就没有 另外一个事情 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入它不能正视一样的 所以这些问题 实际上就留住于哲学 或者宗教去解决了 所以宗教和哲学 它有很多地方是 我是听您说的嘛 说哲学家几乎没有自杀的 哲学家很少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 而且哲学家呢 还有一点 他活的都比较长 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真的吧 因为哲学家 比如说像这个高尔吉亚 据说活了105岁 对吧 还有这个 迪奥 迪奥根里 迪奥根里 还有这个像古希腊 当然有很多人 像毕达哥拉斯这些人 他们都活得很长的 对吧 都活得很长 所以这些哲学家 那现在哲学家 你看东募东西 德里达 是嘎德蒙尔尔子 都是90多岁 100多岁去世的 对吧 所以哲学家 至少能长寿 对 哲学它可能更重要 就像刚才你说的一个问题 其实呢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 它是很专业的 对吧 而且它作为一个学科 作为一个 专门从事某种研究的 这种学科 它可能出现是最晚的 它是比什么文学啊 艺术啊 什么这个戏剧啊 这些东西 更后产生 所以黑格尔有句名言 叫迷列瓦的猫头鹰 只有在黄龟时候才起飞 对吧 讲到这儿 我跟你说 我埋伏的一个东西 可以用上了 对 我就是听你讲 密涅瓦的猫头鹰 黄昏时候 才起飞 您跟我们先解说一下 是这样 因为密涅瓦是 希腊的雅典拉 在拉丁的名字 对吧 因为希腊 罗马 都神教是一脉相承的 对 所以每个希腊神 往往在拉丁 有个罗马 有个拉丁名字 比如宙斯 在罗马叫朱毕特 对吧 这个赫拉叫朱洛 那么雅典拉叫这个 米涅瓦 阿弗洛特叫 维拉斯 对吧 等等 它都是这样的 所以密涅瓦就是雅典拉 而雅典拉在希腊 它是智慧女神 所以它有个标注 就是猫头鹰 所以在西方的猫头鹰 就代表着智慧 是因为它是 雅典拉的这个标志 所以猫头鹰呢 往往当然确实 它是黄昏时候才起飞 白天它在睡觉 对吧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密涅瓦的猫头鹰 那就是智慧嘛 因为哲学本身 就对智慧的热爱 哲学这个词叫philosophy philosophy作为一个希腊语 philosophy就是对智慧的热爱 而猫头鹰本身 密涅瓦的猫头鹰 就是智慧的象征 所以黑格尔这句话呢 看起来是个大白话 猫头鹰确实是黄昏之外 但是它说的是 密涅瓦的猫头鹰 也就是说智慧这种东西 往往是在一个人的生命 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文明的 最后的黄昏阶段 才开始高高的凹下起来 此前都是别的文化形态 大放异彩的时代 文学 艺术 戏剧 奥林匹亚经济会 包括其他的 甚至包括经济 政治这些东西 各种不同的这种文化形态 社会形态的那种发展 它可能都是在青春时候 或者壮年时代 但是哲学组织在黄昏时候了 所以它作为一名学科 它是在黄昏时候 才开始发展高峰 就是说古希腊的文明 达到这个夕阳无限好的时候 是它哲学的最高峰 但是哲学本身就意味着 一个时代的生命即将凋零了 所以它也是个悲哀 就是人开始达到了一种彻底的反思 达到了一种像哲学家那样 一种哲学的一种反思的高度的时候 说实话 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历练 你的人生的经历 它已经都经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开始反思的时候 恰恰生命也就开始要收官了 那你们再晚几年 但是呢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了 我觉得更重要 就是哲学 还有一部分 我先让您看几张照片 完了之后咱们讲 所以学哲学有什么用啊 我听了赵林老师讲这么一句 黑杆的名言啊 我就留心了 你知道最近这个国家博物馆 大家都夸 国家博物馆最近弄得有声有色 最近搞了一个古罗马的艺术展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你看 我跟你们拍到了 密涅瓦的猫头鹰 我一看 这正是赵林老师说的那个 对 这是古罗马三神 中间是宙斯 那边是赫拉 也叫做朱洛 这边就是雅典娜 也叫密涅瓦 就是 对 他旁边是猫头鹰 对对对 密涅瓦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个就是雅典娜 在罗马神话里 就叫密涅瓦的智慧女神 脚底下 你再看特写 这就是那个猫头鹰 对 这就是个猫头鹰 代表这个智慧 代表智慧 所以就像这边 你看到宙斯脚底下 是一只鹰 那就是罗马的象征 罗马君旗就是鹰旗 这个东西很神秘 你看 你看在国博 你顺便 我就看下两个 你看 这是萧 萧尊 萧尊 也是猫头鹰 对 就是清通商朝 清通器的造型 对 那也有一种神鸟 对 然后甚至是 咱们中国这个养勺文化 公元前五千年以前的了 你再看下边 在国博也是镇馆之宝了 在养勺文化陕西出土的 你看 是不是也像一个猫头鹰的 对 像一个鹰 也是一个小养的 所以我这是中西联想了 对 您就 你看 咱们现在就看见了 就学点哲学 对 你看展的时候 对 你能辨认 这就是面前华的 对 他是 原来怪不得 您也有点挂像 你看 你看他鼻子 鼻子 是不是 有点猫头鹰 猫头鹰表情哲学 对 所以呢 从这个时候 你再给我们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哲学啊 开始高高高翱翔 就是说 它开始成为一名学科 而且是最高的学科 这个时候拿到充分子绝了 这个时候当然是遭了 黄昏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 哲学本身作为人的素质 从你的生命产生之初就开始了 所以我老师 我说哲学是人的一种宿命 我们人呢 一出生就被判出了一种 哲学的徒刑 没办法 你不可能不思考哲学问题 只要你是个人 哪怕你没有任何文化 是吧 你大致不是一车 你一辈子都在深山老林里面 从来没走向这个繁华的盛会 这都不妨碍你 总会思考一些徒刑问题 因为你没办法 只要你是个人 所以我在讲这个 在这个 那个B站上 讲这个 西方哲学20讲的时候 我第一讲 我看着就从 勘门大书三问开始讲起 就是一个 一个人到一个单位 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勘门大书 他把你拦住 他首先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 第二 你到哪里去 第三 你是谁 这都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 就是今天进门的时候 都经过了哲学的口问来 但是呢 这个其实 你要从 你到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你是谁 这个问题 你要把它往上 不是就事论事 你把它往上稍微提一下 它就是哲学问题 所以我说 我做西方哲学 对吧 西方哲学史 我说 第一个哲学阶段 西方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 这个希腊哲学 它探讨的问题就是 视觉北渊 万物的北渊 无论是后来产生的 所谓的唯新主义群像的 还是唯物主义群像的 他们都追问 这个大千世界 纷纭复杂 它最初北渊是 从哪里来的 是吧 是从水火土气 还是从什么树啊 罗格斯啊 什么理念 这些东西里面来的 它这不就是问 从哪里来吗 只不过这不是你 也不是我 也不是他 而是宇宙 这个你 是吧 这个大你 后来到了西方基督教 西方这个哲学第二阶段 基督教文明的时候 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 它是跟神学联系外 它最问的问题 就是你到哪里去 因为你到哪里来的问题 你已经信仰给你答 是上帝在六天之内 创造乱双屋 这个已经有难改了 神经里面有难改 这是颠簸不灭的 但是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死了以后 我们知道你是上天国 还是上地狱 这个可能是中世纪 一直到近代 很多哲学 比较关注的问题 是吧 然后到了现代哲学 最关注的就是 你是谁 自我的问题 从理睬开始 越来越开始突出主观 客观世界本身怎么样 这种不重要了 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不重要 重要是对我来说 我是谁 我是谁